揣測跟推測其实都是非常没有根据的 包含说这个久职等的部分 其实我和助理逐一面谈的时候 只是先确认助理的一些未来的规划以及意愿 那包含说在有没有需要说本人来做一些相关的转介动作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助理们大家也都会关心选情的发展 那我当选的那一天其实许多的助理都给予我一些祝福 所以在回到立法院的时候 我其实也和助理逐一的来进行面谈 讨论我们后续的一个状况 这些都是有做的一些动作 那当然有一些助理可能 他对于说这个工作可能毕竟离他的家乡比较遥远 或者是说对于一些职业的发展他没有办法来加入 但是我们也有住在新竹的助理 他愿意回到家乡来服务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过程 但是目前都还没有谈论到聘用的细节 因为和新竹市政府交界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把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纪要 约聘顾等等的圈开出来才会知道 大概聘证的这个相关的值等是多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助理真的蛮无辜的 因为其实昨天还看到说 有一些助理的照片啊 姓名啊或者什么的他的社群 他的社群个人私人的内容都被漏搜放在网路上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网路霸凌的现象 我希望大家都适合而止 尊重每一位同仁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 以及他未来的一个规划 至于久职等的部分真的是没有根据的调言 请大家不要再转转了 对你这个副市长的部分也是喔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替我找寻副市长喔 甚至也都有一些我们明明就没有做征询的对象 其实也都在网路上面去传的沸沸扬扬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我现在目前呢就是积极的在征询多位副市长的人选 那也不只副市长 包含秘书长还有局处首长的部分 都已经多位的人选在进行洽谈当中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等到说比较有明确的 几波的人士的一个确认之后会尽快来向外界公布